接着我们就来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这个最小刻度是公铃的直尺 量出来35公分要写成多少 我们讲过了 第一个我们要写到最小单位 那最小单位是公铃 所以35公分 就是35.0公分 这样是写到最小单位 但是我们还要多一位估计值 因为刚好所以估计值是0 所以我们要写成35.00 所以我们刚才有做过类似的题目了 所以我们要写成35.00公分 就是很简单的小问题 好,接下来 他说什么东西不是用公铃的直尺量出来的 那这其实是单位的换算 你叫问自己 A那个5次这小单位 什么0.01公尺是不是公铃 然后B4次这小单位 0.01公寸是不是公铃 诸如此类的 那你就来看哪一个不适用 最小单位是公铃的直尺 算出来的 这个算是那种叫做给我正确的测量值 知道这小单位 OK 可以吗 可以 来 你们班有14号吗 没有 没有 4号 1 已经不见了 谁 我找 B吗 B吗 5 4 3 2 1 答案 答案 快点来玩 快点 A啦 A啦 A吗 A 挺错 A 5 4这小单位 0.01公尺 百分之1公尺是什么 公分 所以这小单位是公分 公寸 1公寸 10公分 所以4这单位 0.01公寸 百分之1公寸 十分之1公分 所以就是公里没有问题 OK 所以答案起来是A 这一题也算是根据测量值 知道这小单位 他说我的 指的最小单位是公里 他请问你 谁的记法是正确的 谁写的记录是对的 就是符合我们写的 要写到估计值 估计值在最小单位以下一位 二五 二十五 谁的写法是对的 C好了 C好了 答案选C了 请坐 海捷一五三三四估计值五四条单位 十公里 他的单位是公分 运用那个二四所谓的最小单位 0.1公里 孟实三四条单位 0.1公分 公里 家伟五四条单位 公分 所以呢 用公里最小单位的就是我们的孟实 来的将写 就是我们跟各位讲 我们在这里考什么估计值 准确值 最小单位以下一位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用指使来考 那我们就举一些例子 让各位做了练习 就这样子 OK吗 OK